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在制造谣言 我们不敢制造谣言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制造谣言 是因为今天我们真的 请到了一个中了 COVID-19的人 上节目 因为我们那一个人 是匿名的 他有表示他不要做一个 不要这么公开 那我们是不是帮他取一个外号 我看我们今天就不免俗 我们就叫他 A君好吗 A君 A君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 我是A君 恭喜你 你中了COVID-19 我真的是 想也想不到 中马票都没有这样轻 两千三百万 三千万人 你是其中一个 难得 我们是很好奇 整个过程 因为我们毕竟每次看新闻 我觉得有看没有到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在这几个礼拜 都一直被 中COVID-19奖的阴影给笼罩 但老实讲 我们身边应该 我们的观众也应该很少有机会 真的遇到一个 他就是这么轻 他就是中了奖的 真实的COVID-19患者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十日谈的这个节目 我们就是特别有幸邀请到A君 他上来跟我们 从头细说 他到底是怎么中了COVID-19 中了这个超级大奖 然后现在还可以跟我们讲话 来A君 好 是的 那我们要开始问A君问题了 我先问好了 来 你知道你的感染源 其实我是很好奇 因为大家都在追踪感染源 我们看新闻是只讲说 一个人他中了过后 他应该要调查你的接触史 然后 伟权伟权 你一下子问到太深入了 这个记者招待会这样子 没办法进去 我们应该要从头开始讲 从头开始 A君你叫什么名字 A君你到底是怎样 你到底几时才开始 你是怎么发现你中了COVID-19的 我知道你今天都有准备一些slide 所以你需要的话 你跟我讲 我就跳到那个slide 可以 或许我们从那个 到底在马来西亚有 他们有怎样分类 如果你中了COVID-19的话 你是属于哪一种 轻度重度的患者 这个是我在DH Malaysia 我看到的资料 这也是我们的卫生总监 诺西山所提出来的五个 种类的患者 所以我们从头开始来讲起 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卫生部的指南 他说我们的肺炎 我们现在的肺炎一共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你是真的是感染这个病毒 可是你没有症状 对 第二个阶段是你只有轻微症状 第三个阶段是你开始有肺炎症状 第四个阶段是你有肺炎 而且你需要有呼吸机辅助 不是呼吸机 要氧气 氧气 总之要吸氧气 要吸氧气 要吸氧气 对 然后到第五个阶段 就是需要呼吸机 对呼吸机 OK 所以A军他是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 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去 我们就A军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讲 他从第一到第四个阶段 是一个怎样的发现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我们就从13号 13号就是大概三四个星期前 那是一个星期五 那时候我还在工作 我记得啦 我记得是这样子 那天 你是在吉隆坡工作吗 对对对 我是在吉隆坡工作 就是当天下午的时候 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喉咙很不舒服 其实已经到一种会觉得很痛的感觉了 你的意思是讲你之前其实没有喉咙痛 你13号上午都没有喉咙痛 对 我是开始有这个症状 第一次有症状是13号 我都觉得喉咙痛 那个喉咙痛 跟我们一般的喉咙痛有没有不同的感觉 特别痛 特别痛啊 真的是痛 你是讲好像喉咙痛 还去吃喉咙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喉咙不舒服了 通常我们会觉得喉咙不舒服先嘛 是不是 可是我的情况是 我已经感觉到我喉咙在痛了 哦 他是立刻就痛了 反正没有没有前面那种干干的感觉 什么都没有 没有 是很快很快的就痛了 对我开始吃午餐的时候 我走出去那个我的公司的那个大楼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喉咙在痛了 OK 那时候你有怀疑吗 其实那时候你有怀疑吗 还是觉得说我最近比较晚对 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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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个人我个人的体质是比较容易发热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太在意啦 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需要喝多点水之类的 那你会怕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到了这个十六七号 我们才有封城的谣言 所以你到了十三号 其实你为什么你会怕 因为 因为其实我的那个公司附近 已经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有其中一个患者 患者二十 不知道是多少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的一个高层 然后他在那一段时间 他有接触了非常多人 就是那个开头的机构 对对对 所以他其中 他其中有一个 他接触的一间公司 其实就是在我的公司的附近 所以我们都很害怕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你其实是有危机意识的 可是这个症状没有让你立刻觉得说 我一定是中了 可以这样子讲吗 对对对 而你们那时候应该也没有戴口罩吧 因为那个是这个3月13号的时候 没有那时候 其实我们的口罩还是短缺嘛 所以我尽量就是飞紧急时候 我就不要用口罩先 所以AG你的这个喉咙痛 算不算是第二期有轻微症状 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开始的症状 是一个没有症状 从没有开始有的第一个症状 OK 从没有开始的第一个症状 就是 还不会累就对了 不会 还不会累 OK 然后你接下去的那个病情怎么发展呢 我就开始去了我家外面的一个诊所 这个诊所是其实跟我们很熟的 就是我经常去的 我们都知道他的医生是谁 然后他也知道我们的身体 平常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就开始去了第一次这个诊所 不过这个诊所是这样子运作嘛 因为他的他自己本身是老板 那个医生 然后他有再请过两个医生 所以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 是他其中一个医生看我 不太熟的医生 不太熟的医生 不了解我的医生 不过他有记录在那个系统里面 就是他 我问他 其实是问他我的这样的情况 我喉咙痛这样 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测试 还是需不需要去测试 这个COVID-19 所以他是说不需要 他看我的情况 他就开了一个五天的抗生素 再给我一些喉咙痛的药 叫我再去观察 所以我大概吃了五天的抗生素 我还是没有好转 我还是每一天都有喉咙痛 那个感觉就是一直都在 所以我就 可是他会恶化吗 那喉咙痛会不会越来越痛 不会 可是就一直没有感觉很舒服 就不会好咯 对 就不会好 过后我又大概隔了五天 我吃完抗生素了嘛 我又再去多一次这个同样的一间诊所 在我家外面 另外一个他的这个 另外一个医生 他又看了我 然后 也是 给了我一样的答案 再给我吃一个比较强一点的抗生素 多五天 所以你连续两次去你这个相熟的家庭医生诊所 你遇到的都是两个不熟的意思 不熟的意思 对没有错 我跟你讲 伟权要中奖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你已经中奖了 只是那个人没有宣布你中奖 他讲还不够 我那个jackpot还要继续累计 对对对 是是是 可是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对劲 是因为不会好的原因吗 就是不会好 就是我已经喝很多水 嗯 准时吃药 用那个 呃有一个那种 那个可以google 可以可以出口的那个药 还有再吃那个 咳嗽药啊 消炎药 我什么可以吃的我都吃 可是我就是不会好 那个那第二个 医生他又照样 开给你 对比较 比较强的胖绳素 多了5天 所以我大概吃了 最近10天的抗生素之后,我开始发烧了 哦,吃了才反正发烧 不过其实从16号开始,我们的这个MCO 这个戒严令开始之后,我就已经在家工作了 就是16号星期一开始,我就已经没有再进入我的公司 所以你那时候,所以其实在居家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觉得你是大概,因为我看到你的side上面写 你是19号的时候出现发烧咳嗽跟喉咙痛的症状 是 OK,所以那时候,我可以先了解一下你家里 那时候大概有,你的屋子里面大概有几个人吗 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哦,OK,那你从你开始,你看啊 你从你13号一直都开始有这种疑虑嘛 那你跟你的这个夫人之间,有没有做一些安全的区隔 有,其实我们就尽量不要靠近了 就是,而且我们吃东西都分开吃,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就是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回去娘家了 娘家在巴生嘛,因为巴生我们有老有少 有80多岁的阿嬷,也有三四岁的宝贝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不要回去先 是,其实我有听到一个你不愿居民的朋友讲 他讲哦,你之前还有约他出来 哦,对对对,我忘记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13号的时候星期五 其实我已经买了车票 因为我其实我本身是新山人 所以我每一个月都会回去新山一次 看一下我的父母 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见一下朋友这样子 所以我13号那一天 我就坐了巴士 回去新山 我在路途的时候 因为我经常就是 我会吃很多黄梨 因为黄梨会 如果我喉咙不舒服 我就会吃黄梨 通常的情况下 我吃了一整块黄梨之后 我一定会觉得比较好 就是我不会头颂 不会再继续痛 可是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不对 因为我吃完整个锅 我回去过后 晚上到了新山的家 我开始发烧 不过我发烧 我隔天也是一整天发烧 不过我一整天都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吃了那个 那个Panador 我的发烧的症状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14号一整天发烧 15号就没有发烧了 哦 他还会他还会中途 就是解除一些你的那种不适感 其实 看起来很难 很难去应付 对 对 所以14号星期六的时候 其实我有约了朋友 晚上要出来 聚会吧 我们也决定就是不要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不对劲 嗯 而且 而且如果 我觉得不 我觉得不是很正确了 如果 你父母知道吗 有有有有 所以我其实回去 那个新山的那个周末 我真的就是一直在房间里面 我下了巴士 回到家进房间 然后 再离开房间 上巴士回来 基隆坡 你那时候有戴口罩吗 那时候有戴口罩 在巴士上有戴口罩 因为巴士上其实还有人咳嗽的 是 所以 A君可以说 他其实从他第一个症状出现 从他13号喉咙痛开始 他就 他其实就已经是小心死的万年船 他非常的警惕 可是 可是 可是我 我很好奇 没有 我不好意思 我讲话 可是我是很好奇 你跟你太太住在一起的话 一个家里这么小 那 我觉得那个措施应该是很 要很周详 就是 你不要 可能分房 睡觉啊 或者说 用不同的厕所啊 还是什么 我觉得很困难 其实我的家是一个 是一个 一个套房 是啊 那一定会接触到啊 甚至不是一房市 就是完全没有隔间 我们只有一个厕所 而且我的房子是比较小的 就是studio 对对 就是所谓的studio 很幸运的是 我的太太的抵抗力 应该是非常的好 哇 所以 娶老婆 娶老婆就要娶 这种 wonder woman 级别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 她是长期感染者 这样 她其实 她是我最担心的 她是超级 这个抗体 OK 很厉害 很厉害 那你 OK 到了19号 我们回来说 19号你的症状 恶化 然后这时候 你怎么办 19号 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剧情的转捩点 因为我开始发烧 发烧就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事情了 我大概这么多天 一个礼拜多开始 喉咙痛 开始有一些咳嗽 然后开始发烧 我开始很担心 19号晚上我开始发烧之后 我很确定我发烧之后 我拜星期五早上 20号 我就去了那个诊所 第三次 这次非常巧 我遇到老板了 老板真的是 跟我很熟 这时候我去到诊所 诊所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 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在外面等 诊所的门的外面 每一次只能有一个病人 进去诊所里面看诊 然后他的那个 诊所的外面 有一个告示牌 他说 如果你曾经去过中国 韩国 日本 这三个国家的话 然后你有发烧症状 请不要进来 请马上去 苏埃部罗医院 发烧的话 发烧 对 你要先出国 然后还必须要发烧 要有症状 你是中了症状 可是你没有出国 对 所以我见了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 他看了我的喉咙 看了我过去两个礼拜 来看诊的这个资料 他直接跟我说 你可以去苏埃部罗了 A君 我知道你的体质是怎么样 你通常不会生病那么久 我认为 你很有可能 中COVID-19 所以 我现在会写一封信 你拿的这封信 现在马上 自己一个人 开车去 苏埃部罗医院 去诊诊 在你听到他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心情是怎样的 哇 我的 我很紧张了 我已经很 我马上打电话 跟我的太太讲这件事情 然后回来过后 我们马上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我开始收拾我的 一些简单的一些 一些东西 可能在医院要用到的 我拿着了 我带 我就开车 20分钟去到的 苏埃部罗医院 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出名的 苏埃部罗医院 那个时候 大家都应该只是知道 只有苏埃部罗医院 可以治疗 COVID-19患者 我去到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次去到 苏埃部罗医院 因为其实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蛮远的一个地方 所以到了那边 我发现整个医院 非常的 多人 没有人 非常的 没有人 非常的冷清 然后有一种 很 很寂静的感觉 很 很怪 就是你感觉 你不是去了 一间医院 所以我到了 那个 急诊室 ERR之后 然后我走 走 就开始 第一个 如果是每一个 到那个 医院 急诊室人 马上会看到 有一个新的 一个柜台 那柜台 就是 直接 提供给 这个COVID-19的 询问的人 我就说 我有这个信 我有这个信 就是我的 那个家庭 医生 建议我 马上来做这个 检测 这个 这个柜台的人 就跟我说 你看到对面的停车场吗 你现在走下去 所以我就走下去 我走下去过 我看到的是 他们已经把 那个医院下面的 停车场 改建成一个 大型的 一个检测 检测的 一个 检测站 对 然后 在那边的 在那边的 医护人员 已经开始穿 已经有 已经有 带那个 但是他们不是 全 PPE PPE是 那个 保护装 就是他们不是穿 完整的 那个 保护装 不过他们都有 带 然后我跟他们 你的意思就是讲 其实你那时候 去到 孙埃部落 Hospital的时候 它里面是 你几乎看不到人 是因为 它其实已经 把整个的 检测的大本营 搬到停车场去 对 而且他 我进去 我走进去 那个 Registration Counter的 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 整个地方 他们已经封起来了 已经看不到人了 但是你还可以 进到去 我也是觉得 很神奇 它门是开着的 因为其实 我一开始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OK 这个蛮惊险的 对 然后这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经常 在NTV7 或者是八度频道 看到那一个画面 它拍的 那个急诊室的那一幕 就是我眼睛看到的那一幕 一模一样 OK 然后 然后 就会在那边 然后我就下去了 登个停车场 然后两个人 站在那边 就是隔着一张 桌子 然后我们不能够太靠近 大概一米 他叫我 停在那 叫我站在那边 不要再靠近了 他就问我 你来这边 是有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说 我就给他看这封信 说 我的家庭医生建议我说 我要来这边做检测 他就问我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出过国 在过去的一个月 我说没有 所以第二个问题 他就问我 我有没有参加任何的大型集会 我也回答没有 他就说 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是没有 然后他就问第三个问题 我有没有跟COVID-19 positive的患者进行接触 我第三个问题 回答没有 所以这三个问题 回答了没有之后 他只会跟我说 对不起 我们不会跟你做检测 哦 哦 这样怎么办 这样你还是没有办法检测 你是确诊案例啊 我就跟他说 我很怀疑 我可能会中 他就 他也是很无奈 就拿着测温度的那个枪 对中我的那个耳头 现场测射了一下 温度 在那个时候 我的温度是36.5度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当下我是没有发烧的 嗯 嗯 所以 所以他不跟你 他不跟你做检测 是因为 这你的三个问题答案都是negative 而且你竟然还 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发烧 对 我觉得我很不对的 然后 而且医生已经建议我来做检测 然后 竟然医院不要让我检测 这样如果事情 如果变得很不好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如果你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你可以马上过来 意思就是说 请你先回家 我想那时候 我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想那时候 其实我们的卫生部也好 我们的这些 医疗资源的单位也好 他们其实是在 think for the worst 他们其实是非常担心 会突然间产生大量的 他无法复合的那个症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 因为你没有明确的证据 然后说你符合那些条件 所以他只能说 就算你真的衰衰重 也只能把你当作是 还可以等的那一群人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对 所以你 那你这样子被拒绝了 你就 离开了医院 我问了一下 我就拿了一些人的意见 然后我自己也认为 如果这幅医院 不要让我做测试的话 我应该自己去私人医院 想办法测试 所以我就叫我太太 找了一些 哪一些医院 有提供这个测试的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少医院 有提供测试 大概只有两间医院 有测试 在我们这个吉隆坡的范围 私人医院 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找了一间 我比较熟的医院 我就直接驾车去了 这个叫做 Subang Jaya Medical Center 也就是我们 比较俗称的SGMC 我驾车去到了SGMC 跟我平常 就是以前 我曾经来过嘛 然后我就看到的 SGMC是有一点不一样了 因为它外面已经 在那个急诊室的外面 搭了一个很大个的 白色帐篷 就很不一样了 我把车停在那个停车舱 我走下去 我还没有到那个ER的门口 就有一排坐纸在那边 然后 那个柜台的人就问我 来这边是来看急诊吗 还是 要 还是因为什么事情 我就跟他说 我来这边 我要做这个COVID-19的检测 他马上叫我 OK可以了 你可以不用再往前一步 就站在这边就好 OK 他拿一个纸给我 叫我填这个表格 然后再交回给他 他的手也不要动那个表格 然后他就开始 又用看我表格开始填东西 然后测量我的体温 然后就叫我坐去那个帐篷的旁边那边 帐篷的旁边每一个椅子跟另外一个椅子是相隔一米左右的 那个帐篷里面的这些医疗人员他们有戴口罩、戴手套之类的吗? 有 这个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 我大概等了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我进去那个帐篷里面的 是很多人还是怎样?你等了一个小时是有很多人的吗? 不会不会因为其实去私人医院测试其实是蛮贵的 那个时候因为真的没有很多医院有提供 所以那个时候是766块 过后开始我看到有500多块的 一次检测啦 所以我等了一个小时我就终于到了 我就进去那个帐篷里面 那个帐篷里面我一开门进去 我的感受是就好像进到电影里面这样 有两个穿Full PPE的那个医疗人员 好像一个病毒实验室这样子 然后中间有一个椅子他们就叫我坐下来 坐下来过后其中一个那个医疗人员就问我 请问你知道你今天来这边是要做这个COVID-19的检测吗? 我讲我知道 然后他们就开始量我的血压 然后开始测试我的温度 那时候我的温度是38点多度 所以他们已经发烧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从他们的表情我看到他们也蛮惊讶 所以他们可能也认为 我有可能真的是一个COVID-19的患者 你如果在宋爱部落多待两个小时 你的温度可能就够高了 也是有可能 可能我就可以省下这笔钱了 然后他只检测跟你测的体温量和血压还有做什么 然后就开始做真正的检测了 那个时候的检测就是一根很长的一个 你想像棉花棒 大概有三个棉花棒这样长的一只东西 伸进去我的鼻孔里面 一路到鼻孔的最里面 你自己用手挖鼻子也挖不到这么深 你不可能挖到 没有人可以挖到那个程度 我果然是挖矿大师啊小白 是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这个动作 会 对不过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做这件事 所以大概三秒左右 三秒左右 非常的快 然后拿出来过后就折断 然后放在一个试管里面 然后他就跟我说 好了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测试 所以现在请你回家等 那个result会在48个小时过后 会出现 会回来 然后我们会 打电话通知你 我们一定会打电话通知你 你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所以我就带着忐忑的心情 驾车回家 我要等两天 对 我的老婆就很惊讶 因为我老婆已经认为我 已经要住院了 然后我又回来了 吓死你老婆啊这样 是的 然后接下来的两天 拜六礼拜 我就一直在等 我就整个心情你可以想象 就是你知道你可能中或者可能不中 然后就是你只可以等那种感觉 但是你应该会觉得不寻常 因为你生病生那么久了 对然后我还是持续发烧 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没有发烧 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发烧了 我只是知道我需要等那个消息 而且你会很累 对 很容易累 那时候是很容易累 就是 我有一个可能很喜欢看的一个剧集 现在刚刚开始新的这个季节 我开始追可能看一集 看了一集一个小时我真的很累 我需要休息 就是很不像平常的那种 那种累的感觉是怎样 很想睡觉吗还是 对我需要休息 休息 就真的要 觉得是必须躺下来的那种感觉的 对 闭上眼睛休息 OK 所以我们 我看我们这点我们也是要很注意 因为我们 在这几个礼拜 我相信很多人都包剧已经包到 近视都加深了 不过如果大家看一集 连续剧看完之后就想睡觉 你要格外小心 对 对 来 那你是到23号 你都还一直保持的 基本上你的这个症状 在你被去检测之后的三天 都还是一样 对 然后23号星期一 已经过了48个小时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们 为什么我的人 我的那个检测的这个消息 还没有出来 为什么这么慢 因为他们跟我说48个小时 已经差不多接近72个小时了 为什么还没有出来 然后他们过了不久 星期一大概傍晚还是下午的时候 我就接到SGMC的电话 一个医生跟我说 嘿 A君你好吗 我有一个 我们是SGMC打来的 我有一个消息要跟你说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跟坏消息 对 A君 对A君 我们 你的检测报告是 Inconclusive Inconclusive 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 不能够 没有一个 没有答案 对 没有答案 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说 什么是Inconclusive 因为他星期五的时候 他已经把我的Sample拿去那个 第一个检测的那个实验室 因为不是在医院做检测的 他们是有国家实验室 还是私人实验室的 他拿去第一个实验室做检测 第一个实验室的测试结果 第一个实验室的测试结果 有一个Lab Assistant认为是Positive 另外一个认为是Negative 所以有 哦 分开 然后来对照 对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不过他们认为 其中一个认为很有可能是Positive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星期一又再把我的Sample 送去第二个实验室 嗯 所以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A军 很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等第二个实验室的结果 第二个实验室的结果 一回来我们马上会Call你 嗯 可以等了将近72个小时 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中 请问他这个讲Inconclusive 是算好消息还是算坏消息的 我觉得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 那他的 他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他免费帮你拿去再测第二次 对 哦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好消息 我觉得真的这个消息很棒 嗯 可以 苏范佳佳佳你赢啊 赢啊 然后 然后过后 就到了星期二早上嘛 星期二早上开始 我 基本上 所有的症状还有 然后 我叫了一个 我叫了一个炒饭 我还记得 12点钟的时候 那个炒饭到了我家 我就开始吃 然后 各位 所以各位观众注意哦 呃 你今天炒饭了吗 小白 对 这个炒饭 我以后叫我老婆炒饭 很好很好 我叫我女朋友炒饭 这个炒饭其实是蛮不错的 为什么炒饭 炒饭怎样让你 有这种 awareness OK 我觉得我们 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吃到 可能你吃一两口 你就会觉得喘不过气 你没有办法 去吃第三口 你要休息一下 呼吸一下 才可以吃第三口 然后吃了第三口 你又觉得 OK我要休息一下 才可以吃第四口 哦 这个炒饭很累 这个炒饭 我那盒炒饭 大概吃了四十分钟 我平常吃饭的速度 可能就是五到十分钟 我就能够吃完一整 一整节饭了嘛 是用一个吃西餐的速度 来吃炒饭 对 所以我跟我老婆说 呃 我觉得我很不对劲 我没有吃过 你吃炒饭的时候有味道吗 没有 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 就好像那种很感冒很严重的那种感觉 你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 不是 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纯粹的 没有什么味道 它都没有味道 就是酸甜苦辣什么 你都吃不出来 不会啦 可是你吃什么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 咸咸咸 淡淡 这么煮到这么淡 这样子 那你是吃一口就要喘一口气 吃两口喘一口气 对 就从而有试过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马上令我想到 因为我很关注症状嘛 我上网读了很多news啊 文章啊 所以我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 而且我在SGMC的时候 他们一直问我 要注意症状 shortness of breath 呼吸困难 气短啊 喘不过气 对气短 真的气短 然后我一吃完午餐 我就跟我老婆说 不可以不可以 我们要叫ambulance 我觉得我呼吸不到 然后我就开始喘 那种喘就是很像 你跑一个五公里的 在跑步机上跑了五公里 然后你跑速度大概7.5 然后那种喘就一直持续持续 从来不会减少 就是一直保持那种喘 你明明就坐在沙发上 都在一直喘那样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我赶快去冲凉 然后我老婆打电话 叫了那个ambulance 然后跟ambulance 说明了我们的情况之后 就等待ambulance的来临 半个小时过后 还没有任何救伤车来 然后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就打电话去我的family doctor那边 因为我family doctor那边 也是很关注 我到底有没有中 因为他们接触过我嘛 如果我有中他们需要做一些措施嘛 嗯 那应该有关注是 对然后那个我的家庭医生 就马上帮我再call了一次ambulance 才发现到我们第一次叫的ambulance 是没有record在system里面的 真奇妙 是所以他跟ambulance那边沟通了过后 半个小时过后 马上就有人来敲门了 第一次我的家门有人敲门 敲到这么大声 哇很紧张 对很紧张 然后我一开门 有两个人站在那边戴着那个mask 然后有一个移动式的那个病床 然后 马上我拿着我的那个bag 就开始躺在那个床上 然后就下去了 他有进来你的屋子吗 还是他就叫你自己走出来 自己走出来 自己躺上去 对其实我的屋子很小了 他们也进不来 嗯 然后 然后 就下去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 因为我住在公寓嘛 然后我的lobby的时候 他们就推我下去 就 因为lobby一定会有人进进出出嘛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 站在那个 那个ambulance旁边那边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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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video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是有没有良心的 哈哈哈哈哈哈 ok 所以他们不是 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闪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拍照 拍video 很多人就 很多人围在那个救护场外面 就拍video 我想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情 很明显我是不舒服 我才要叫ambulance 然后 对对 那我当下的感受是 我感觉到很噁心 很烟雾这样子 你应该讲说 哎呀我的脚扰到啊 哎呀我的脚 我的脚痛啊 不过拍的人看的人都很明显 因为我在喘气 嗯 他们很勇敢 我只能觉得 看到你在那边喘气 他们还敢 还敢 还不快点跑 是是是是 有一个很像那个灭火器这样的 那个氧气筒 然后连接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到我的那个脸这边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吸氧气了 嗯嗯嗯嗯 然后上扬那个救护车 那个救护车里面的那个 医疗人员就问我 呃 你要去哪一间医院 哇 我就觉得 这是什么问题 我不是我就说 我不是应该去孙海部落医院吗 嗯 嗯 我也不确定你应该去哪一间医院 那我问一下 哦 然后 然后 然后过后 他们就决定 呃 可能你看报长里面写很多人 很多医护人员是因为这些急性感染的症状的病患而 而中到COVID-19 嗯嗯嗯 所以我到了医院之后 下了急诊室之后 那个急诊室的医生也是很不确定到底我是什么病 他讲很有可能我是肺炎 也有可能我是COVID-19 所以那个医生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决定把我先推入一个隔离室先 所以我在那个大概两点钟 然后两点三点到那个隔离室嘛 一个小小的房间 然后当然他们也是给我提供氧气 不过他们有安排一个医护人员照顾我 那医护人员就是已经是整装PPE了 嗯 然后大概我等了三个小时 终于有医生过来看我了 那个医生就了解我的情况之后 他也知道我已经做了检测 不过在等那个消息 他就跟我说 如果 他就是in order to let us help you you need to help us 就是我需要帮他们 就是我需要call HGMC 问他们我的result出了没有 所以我就说可以可以 我一定会马上call他们 到底我的result出了没有 因为已经接近四天了嘛 然后大概到了傍晚六点的时候 然后在门外的那个照顾我的那个 医疗人员进来 帮我换那个氧气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有去私人医院看那个检测啊 我讲是啊 刚才我这边的医生call了那个SGMC的医生 你的result是positive 那你当下感受是怎样 是很开心 终于有一个结果 对晴天霹雳我就觉得 哇怎么不是SGMCcall我 怎么是你跟我讲 然后也不是医生跟我讲 然后我马上callHGMC HGMC 一听到就问 一听到我就 我讲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医院 然后这样子我的result 他就医院那边就直接问我 哦你是不是agent啊 我讲哦是我是agent 是啊是啊 其实你是positive 我这样答他 是老师没有错没有错 他怕你带氧气罩不方便讲话 有可能有可能 然后那个医疗人员对不对 他就马上跟我说 请你马上叫你的太太也过来这个中央医院做检测 现在马上 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说 OK你可以马上过来的 不要等到隔天早上 虽然那时候有新管令嘛 不过我说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来医院马上过来 所以agent从这一刻开始 24号的3月24号的旁晚开始 就正式被officially recognize 成为一个新冠肺炎的患者 对我就是那个诺基山24号报导的那个 你就是24号诺基山讲新生病患 不是他应该是25号才能够报导你是新生病患 那接下去就开始了你的这个住院生涯 那关于你住院的这些遇到的情境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之后回来再谈 马蚁学人EP10 我中了COVID-19 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还好我刚越听我就越入神了 是是是是所以大家我们总结一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大家最近觉得看连续剧会喘气 吃炒饭很没有力 我们都要很小心 但我们下去就是要请我们的线上的agent agent你还在吗 我还在还在 是我们请agent就要跟我们谈一下 他现在他那个当他确诊之后 他在医院的所见所闻 来agent 好好好 所以就我们就是说到 我已经确诊了嘛 傍晚的时间 星期二傍晚我就确诊了 然后他们开始帮我做入院的那个手续 那时候我还在隔离房间 就是我在那个急诊室旁边的那个隔离房间 然后我的太太在急诊室的门外面 因为她还在等着被检测嘛 那时候星期二晚上 因为他们需要用一个van 弄鼻子 不只是这样他们需要因为那个医院真的很大 他们会集中可能四五个需要被检测的那些人 再用van再去医院的另外一个检测中心来检测 所以我的老婆其实在等着那个van过来载他们 所以大概八点钟的时候 我老婆在急诊室外面跟我说 老公啊 他们要开始把你送去病房了 等一下我就可以见到你了 他觉得他这么怕 对 因为我来医院的 我上救护车的那个时候 我已经认为我可能两三个礼拜见不到我老婆的 可是我想原来四个五个小时 我竟然还可以再见我老婆多一次 而且我大概三四个小时没有喝水了 然后我很渴 我整个情绪就很糟糕了 然后我也有哭啊 而且这样的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感触就是了 因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 然后我呼吸又这么辛苦 然后他们八点 他们就把我推出那个隔离房 然后推开那个门 我就在那个急诊室外面的嘛 然后我就看到我老婆了 然后我老婆就隔路 我老婆就冲过来拿那个水罐拿给我 我就接住那个水罐 我当下差一点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晚上被推上那个救护车 然后嫁去那个COVID-19的那个大楼了 那个病房大楼 然后我就开始进去 然后他们我就问他 因为我要知道我在哪里 我就他就推我去那个电梯 然后去到五楼 所以我知道我在五楼 然后我就一直看周围 看周围我到底是在哪里 我就把我推去一个房间 有两散门了 过了两散门才进到那个窝 然后我开始看到 我一开始进去那个到五楼的时候 其实那个空间还是 全部人是戴口罩的 不是戴服务BPE的 然后我慢慢进入Yellow Zone Yellow Zone就是病房的房间 一去到Yellow Zone 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 然后他已经有一个消毒室 然后过后再进那个消毒室 再进到那个开多一散门 才进到病房 然后病房里面的人 全部都是穿着Full PPE 完全只看到眼睛 所以那种就是所谓的 负压隔离病房吗 对 不是那个ICU 不是加护病房 不过是比ICU的level在低一级的病房 就是有一种东西叫负压隔离病房 就是让那个气压是从外面进来的 里面的气压不会到外面去的那种 不是 通常这种有气压的病房通常是ICU 所以我那个还不是 我那个病房 过后我才了解 其实是所有需要氧气 Oxygen support 那个病人住的地方 所以我被推了进去 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房间 其实它是一直在出氧气的 然后上面那一支东西是不是 那个是调那个氧气的那个 发现率 濃度 濃度 对 所以一开始 星期二晚上10点半左右 我一进到里面 然后医生开始进来 看了我的情况 他就说 他就问护士 你们是给他多少 多少%的氧气 然后护士就跟他说 我们现在给他90%的氧气 我听了也是有点 有点压抑啊 为什么这么高 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说 不用这么高 直接调去一半 50%的氧气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解 他们接下来会进行什么活动 就是他们会开始 因为我已经是 confirm the case了 所以他们会开始跟我进行治疗 药物治疗 然后我就问他们 是什么样的药物治疗 他就大概给我解释说 其实就是 癌滋病疗法 或者是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疗法 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药 就是摻几种药 然后一起吃 没有鸡尾酒 没有鸡尾酒啊 鸡尾酒 就是没有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鸡尾酒是很多东西摻在一起喝 所以就是他会摻 一两种药 三种药 摻在一起给我吃 对 就是champo champo这样 罗亚 罗亚 对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 A君 就你这样子进了医院 然后确诊 然后接下去 你都 他主要就是在给你用药之前 你就是带着这个氧气罩 对 那你会不会在带氧气罩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的症状是舒缓的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 很需要讲解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 我那个时候我的情况就是 我一直需要带着 我只要一拿开我的氧气罩 如果很想我要去 因为我的是 那个病房其实很小嘛 我要走去我厕所 这么短 可能十步的距离 对不对 我都会觉得很喘 然后 可能我上厕所的时候 我也会很辛苦 所以 我要尽量的很短的时间里面 完成我需要去厕所做的事情 然后再快点跑回来我的房子 马上盖上那个氧气 我才会顺畅 真的是不带氧气罩 连小个便都没有力 对没有错 然后 吃东西也是一样 如果食物到了我的面前 然后我准备好了 我确保我现在可以吃了 我就快点拿开我的氧气罩 开始吃 尽量吃快一点 吃完了过后 马上再盖回去洗 刷牙也会喘 刷牙洗脸 这些都会喘 然后我大概两天没有冲凉 第三天才开始冲凉 是因为好一点吗 是因为 另外一个重点 我也是要讲 可能因为他们 COVID-19的病房 是很短的时间里面 convert成的 所以他们很多一些病患 可能需要的东西 他们暂时是没有办法提供的 好像说牙刷牙膏 跟毛巾 这三样东西 当时候是没有的 哦 对 然后我的衣服那些也不够 所以 不过他们可以 grab delivery过来 就是放到那个 大楼的楼下 然后叫护士帮忙拿上来 据我所知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因为他有认识里面的医生 其实我那时候住的 双人病房 其实去年是 是那个 就是孕妇他们住的病房 哦 你是去坐月的 对 去坐月这样子 他的厕所里面有热水的 那个洗手盆也是有热水的 其实是很好 可是你要 你要喘着气跑去洗一个热水 也是很辛苦啊 冲凉是最辛苦的 嗯 如果我这样我摔牙 上厕所那些也会喘 我冲凉我会一直咳 一直咳 一直咳 咳到我回来 我真的是 没有没有经历过都没有办法想象这种画面是怎样的 我叫你有 room mat 我进去的时候我是空的 没有 room mat 我进来大概15分钟过后 另外一个患者也是被推进来的 嗯 嗯 对对对 所以我就有一个伴的咯 然后我们两个就 就比较好 其实有个伴真的比较好 一个人隔离真的是你会想太多东西 很难聊天啊 有个伴也 我觉得 嗯 其实也很难 他的症状跟你一样吗 我比较严重 哦 哦 我看他没有这样严重 那个时候 哦 那个时候的意思就是之后还有故事 对 对对 之后我比他快好 哦 所以东西不是要赢在起跑点的 是要赢在中间 鬼兔赛跑 对 所以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讲一下就是他 呃 因为我很多时间嘛 在医院然后我很想知道他们给我到底吃什么药 然后刚好那个包装 然后我就去上网去查了 所以我知道我在吃什么 嗯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哦 有读书哦的差别 你就读书我一直在强调哦 读书的功能哦 不是让你预知未来 而是让你知道你今天如果中招了哦 你到底是中了什么事情 你吃的药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你自己在面对什么问题 哦 所以现在A君就是在跟我们 你看 他从他一开始得病哦 到他连他吃药哦 他都有能力哦 去搞懂 你现在到底给我吃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是知识的力量 对对 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就 因为其实我真的想知道了 然后我就 因为他又没有 他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 他跟我讲那个药那么长的名字 我怎么会记得 然后这么刚巧 他们有一次给我看的时候 那个包装还在 我就快快抄下来那个名字 然后 然后你看 你随身都有代笔啊 没有啦 我用我的手机啦 什么东西都可以Google嘛 现在 真的给我看到一模一样的照片 这个药 然后我就开始读书是什么药 哦 哦 原来这个药 是治疗艾滋病的药 哦 我就知道了 我就开始读 哇 原来美国哦 吃一个月的这个药要4800美金 哦 在马来西亚呢 哦 马来西亚的 我们大马公民不用给一分钱 一分钱都不用给 哦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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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我们的 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这个医疗的 这个这个福利 确实是哦 呃 不要讲世界 我们不要太太骄傲 我们是东南亚首区一指啊 真的是 拿药真的是很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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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它这个KA哦 它应该是某大型国际大型药厂的药来的 不是随便路边药啊 这个药 那个厂 这个药的名称啊 它的学名是在左边 它的名称 这个牌子的名字叫Keletra 都称这个药为Keletra 你们就是可以上网去看多一点 这些关于Keletra的资料 是是是 厉害厉害 这个Keletra的副作用 我个人觉得蛮多的 我写在这边的副作用啊 都是 如果不是我自己经验的 就是我其他的邻居啊 我的那个 其他的那个邻居的那些病人 他们真的有发生这样的那个 副作用 就你的病友啊 嗯 我的病友 对对对 我的病友 对 所以 哪一些副作用是你有经历到的 我看到是有讲那个肝功能的影响 然后接下去就是对那个心率的影响 然后接下去就是对糖尿病跟高血糖的一个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拉肚子 对对对 我每一天都会拉很多次肚子 大概三四次 我只要一吃那个药 我就 基本上我前面一个礼拜都在拉肚子 他给你排毒啊 嗯 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药效太强了 你看啊 你又讲你喘不过气 然后你还要去拉肚子 对所以是很辛苦的 就是 每一次我就想 又要去厕所了 哎呀 就是我需要摘掉我的氧气 你看我们通常拉肚子的动作就是 进厕所脱裤 然后就解放 他要多一个步骤叫做脱氧气操 进厕所脱裤 然后解放 而且他跟他现在跟Otoman是一样的 他只有三分钟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是绕帅超人 是是 OK 所以你就吃这个这个艾滋病的药 然后 你是同时吃两种药以上 还是怎样 就是其实他主要就是给这两种药 可能有时候 会有两颗两颗 就是 那个艾滋病的药两颗 然后那个 第二个药是治疗那个 涅脊的 马拉雷亚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枪绿葵啊 这个药非常的出名 如果现在你们开始有很注意新闻的话 你们会发现到 现在这个hydrochloroquine 是 差不多全部人都在找这个药 然后大量生产 然后 基本上 会给所有的患者尽量就是吃这个药 hydrochloroquine 主要是印度在生产的 然后印度现在不给出口 嗯 然后这个是很老牌的药了 老实讲是很老牌的药了 抗孽级的药 所以这两种药 就已经是很久了的药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是antiviral drug 对抗病毒的 嗯 那这个是你就吃 然后你这基本上你整个疗程就是在吃这些药 是吗 对对对 没有错 大概吃了多少次啊 这些药 一天吃几次 一天吃两次 总共需要吃14天 一个疗程是14天 哦 一天吃了就吃了28回药了 可以这样子讲 那你有没有吃了这吃差不多几天 你会觉得有改善这样 因为我呼吸越来越 越污到空气 有耶 真的有耶 嗯 我是真的一天一天 看到我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第一个星期嘛 我第一个星期 我是说第一个晚上 我是大概50%的氧气嘛 第二天他们给我调生40% 第三天30% 第四天20多% 到20多%的时候 他们从我的氧气罩 换去nasium cube 就是我照片里面 那张照片那一个 哦 就只是那个 只是放在鼻子下而已啊 对 那个对我来讲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就是 因为我的我的室友啊 他一直就是带着nasium tube 然后我一直带着mask 好像我比较心心 严重这样的嘛 结果我后来换mask 然后就变到我跟他也一样了 哦 诶 这样 这样子你在这个 主要讲你的第一个礼拜 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症状是在改善的 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改善 就上厕所可以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用冲凉来衡量啦 我每一天我尽量冲一次当我可以冲凉的时候 我每一天慢慢慢慢发现我冲凉越来越愉快了 可以唱歌了哦 没有唱歌哦 可以做比较久啊 可以冲比较久 哦 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不讲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 我觉得那个心情上面真的是会改善很多 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天好哦 你一天一天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愉悦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会担心你的家人跟朋友吗 毕竟你知道你自己是那个患者 会会 这个大概第二天 我住院的第二天 我就已经接到那个卫生部 巴达林在野分局的电话了 嗯 所以那个是一个医生啦 这个医生他专门就是负责做所谓的contact tracing 就是我所有我所接触的人 他他会追溯到3月1号 他就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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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电话 然后这样子的行为来阻断 来看这些人 嗯 你的这个名单大概列了多长啊 20多到30个人 哦 嗯 就是整差不多三四个礼拜啦 我觉得 这个 两个礼拜多 sorry 两个礼拜多 那特别是如果你是公司的话 是不是全公司的人都给你打电话去 呃 不是 就是跟我有接触的人 嗯 嗯 当然 他怎么定义接触啊 那接触是指怎样才叫接触 呃 其实他没有怎样定义 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花可能 跟那个人可能讲了20分钟的话 还是30分钟的话 还是我们站在非常的靠近超过15分钟之类 例如你那个公司你工作的地方可能 那栋大楼你总之有搭电梯嘛 对 你不认识的接触者吗 那个也就没有办法了 嗯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嘛 是谁是 所以他 他这样子他得到你的这个name list了之后 他就去打电话 他打电话是去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症状 对 然后会叫他马上在家里隔离 隔离的时候一出现症状马上就要去test 嗯嗯嗯嗯 ok ok 所以你的你的太太就不用讲咯 对 我的家人包括我爸爸妈妈妹妹 隔天都马上去做test了 哦 嗯 你的太太 她是 所以这种像你的家人这种哦 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是立刻去做test的 立刻 而且不用观察 不用 不用给钱 不用只要讲 他 因为他就讲哦我的儿子 或者我的哥哥 或者我的老公 啊这样子是直接的direct关系的 马上做test 哦 像一号不用什么证明啊 不用不用拿什么号身子 写我名字就知道了 因为我的名字已经在那个system里面了 像我我刚才讲 哎我跟A君是brother 哦 像你应该也是哦 哈哈 应该也是可以 嗯 嗯 那那你就是 我们就学乖了哦 以后讲我认识你了 嗯 认识没有用 你要跟他讲 你要 我跟他吃过炒饭 哈哈哈哈 还是你跟他炒过饭 你搞清楚 是的 嗯 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A君哦 他在医院的第一个礼拜的情况 我们很开心的知道他是越来越好 废话 那那那那家去哦 重点我们家就会谈一下他接下去在医院里面的那个生活 然后我们再看他呃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啊 那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这个节目是 这个节目是 您的支持者的提供 我给你帮助 我给你帮助 另外一个问题 再来 因为你看到 这种状态 马语学人 EP10 哇老呗 谁中了COVID-19啊 韦权 喂 当然是我们的A君中了COVID-19啊 是 A君A君你还在吗 是的 我还在 A君刚才跟我们讲了很多那种死尿屁的东西 我相信我们一些观众已经觉得 呃 不是因为喘气吃不下饭 而是现在真的没有胃口 所以我看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一下 A君在医院是住了 就是说相当于说被治疗跟隔离了两个礼拜 对不对 对 那这两个礼拜 你的菜单是怎样啊 我们就聊一下食物 很好啦 其实很好 就是有早餐午餐晚餐 还有下午茶 哈哈 有炒饭吗 有 有时候早餐会有炒饭 通常炒饭是在早上 哦 真的炒饭很重要 炒饭很重要 炒饭是关键的 那个症状有没有就看炒饭 所以你 你这个 他给你的食物 是 怎么讲呢 他是 就是很很很亚洲的那种食物 对 就 就其实 因为其实有蛮多国家的病患 也是在这个 因为第二个礼拜我就 他们把我换去了普通的COVID-19病房 就是我不再需要氧气了嘛 嗯嗯 所以去到那个病房就其实蛮大一下 大概有30个病患 然后其实有很多国家的人 像我的 都是那种差不多好来的 等一下 你带氧气罩或者你带那个氧气是带了一个礼拜 对带了一个礼拜 然后这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没有喘气的情况 对 他们其实有一个那个他们会一直来量 如果那个氧气含量 95以上的话就可以不需要带氧气了 95以下就要 就是你的血液含氧量 对含氧量 OK 那你就讲从你这个当他确认你是不用再带氧气罩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冲凉30分钟都不会喘气了 对差不多 不过其实还是要小心了 还是要小心 对对对 是这样子 那你转移到你去普通的病房是怎样 因为我看到你给我们看的一些照片 感觉那个病房是没有封闭的 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是吗 对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病房 然后他们开风扇 然后开窗 就是让那个空气流通 我觉得空气是蛮流通的 然后你还会咳嗽吗 会 会一点点 可是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比一天好 OK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病房的20人病房 30人病房的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了 对对对差不多 就是我没有什么看到很严重的患者了 那我们再回来讲食物 你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个你typical的一天吃了什么东西吗 一天早上9点他们就会送早餐来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没有炒果条 因为我不是吃面包就是吃粥就是吃炒饭 过后第二个礼拜我发现其实他们有炒果条跟炒米粉 你没有order他就没有来咯 没有就是每一天你就是一个惊喜 你就是想明天早餐 没有的给你选的 没有 你就每天打开来看是什么东西 对你就很期待早上9点 今天不知道吃什么早餐 然后午餐跟晚餐就蛮一样了 通常如果午餐是鸡晚上就是鱼 如果午餐是鱼晚上就是鱼 不然就是两餐就是鸡很少会两餐都是鱼 你有吃到什么 那下午茶呢 下午茶的话有时候有绿豆汤 有时候有糯米粥 有时候是饼干 有时候是面包 哇绿豆汤跟糯米粥这个真的是 很老格 对对对 所以因为比较多国际病患在那个病房 所以好像我对面的那个 我知道他是英国的来的一个旅客 一个游客 然后我觉得他没有 也是中招COVID-19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小白如果他没有中招他在里面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确认一下确认一下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食物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像爬了两口还是怎样 看看一下他就不要吃了 然后他吃了很多饼干 他不敢吃了 他要Fish and Chip 是是 你给他帮工鱼 你给他帮工鱼 对对对 OK 那个Jordan那个 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是 应该是来自中东的 小蛋 这个这个是有一个小插曲的 就是因为我刚好知道我的邻居是一个 Jordan来的人 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pantry 就是那个放水果那个照片那边 旁边是一个洗手盆 我在洗手的时候洗在一半 电话一直响一直响 旁边的电话 刚好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病房太大了 那个护士跟病人 护士跟医生 两三个小时才会进来一次 所以那时候是没有人接听电话的 如果想了那么久 我的另外一个病床的朋友叫我 哎呀不能你去接电话了 我就去拿电话来接 哇结果一接原来是 Jordan的大使馆打来 哇 哇 这个大使馆我就跟他讲 其实我是病患啊 我是COVID-19病患 他就很惊讶 为什么你会接电话 没有病人 没有护士吗 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的情况这样 然后回去我就跟我邻居讲 哎你大使馆找你了 他就说是了是了 好好好 我快点打回去 打回去 不是讲说我去接电话 这样 因为已经挂了 他大使馆打来 他大使馆打来一接 他就问你是谁 你就要跟他讲 哦 所以他跟你打来 他还没有找到他要的人 他就跟你聊了 聊他前面就挂电话了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我会帮他传达 因为我知道他要找谁 我会 等一下我请他来接 不是这样 哦不是不是 OK 那你看你这个病房里面 其实是大多数都是马来西亚人吗 还是其实是外国人比较多 嗯 我觉得外国人大概占了30% 嗯 可是我还有看到你 投影片那边写有中国人 中国人有跟他聊天吗 因为有讲华语 有其实 对对他是讲华语的 他是 他其实他是云南的回族 哦 嗯 嗯 你们在病房里面有交流吗 你们这个联合国 嗯 会啦 会因为 不然你一整天在那边 这么多天 一个礼拜这样 或多或少的会慢慢开始认识啊 讲话啊 那些这样子 OK 那这个 你 你这种 有 有 有留下他们的contact number吗 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患难 然后就有患难之交的感觉 有耶 我有拿其中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真的真的 我不要问你是男的女的啦 等一下你太太 听了不开心 全部是男的 我们的work全部是男的 男女是分开的 哎呀哎呀 你看我们这种外行 我们就整天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幻想 哈哈哈哈 我倒是好奇的就是 你跟这些联合国 呃会聊些什么啦 你们平时是聊些什么东西 是聊你们 大家怎么中这个 中奖 那样 中奖的过程 有啊 我跟 我跟一个其实一个 一个吉隆坡的一个 也是住在吉隆坡的一个 本地的人啊 我们有聊 她 她的她是怎样发现的 她的状况啊 谁讲 有做一些交流 她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她比较不一样啊 她 OK 我们都一样都是因为呼吸困难 来到医院 不过她去到急诊室的时候 她发现没有人 没有 她要等很久 她直接冲进去那个门口 推开所有的门 她说先救我先 哇 哇 这个直接来定了 对对 很厉害 这个很聪明 对对对 这个 没有 可是我是说她 她 那个是指说她还没有做筛检的时候 她就先推开门口 这样 先来救我先来就这样 对对对 她一去到那个等候的那个 那个地方的时候 她发现很多人跟她一样都呼吸不到 所以 要被插棉花棒 她没有插棉花棒 然后就已经呼吸不到了 对对对 她恐慌啊 她就不像我们A-GIN那么淡定 而且我 我在想A-GIN真的很淡定 因为她你看她在病房里面 她都用手机嘛 手机是你 你一开始就随身携带的 那 可你其实一开始在去医院啊什么的时候 你就带着充电器啊 那个是一定要的 你看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生活 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带 你一定要带你的手机 跟你的powerbank 还有你的charger 我没有带 忘记带牙膏那些东西都无所谓 最终要带手机 是 是 我们这个年头 这个手机防疫很重要的 手机防疫很重要 那 ok 你这第二周 我们回来讲 你第二周 基本上病情就越来越改善了 那 最后她医院是怎么放你出来的 她以什么标准来觉得你可以出来 通常是两次negative 我大概测试了整个covid-19 我测试了七次 就是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就是 我有拍这个 刚刚好 我有拿到这个 他们拆掉那个包装的时候 这其实是韩国的事迹 哦 就讲我们一直讲要引进的韩国事迹 其实 对 就是这个 所以我已经引进了 其实 其实你刚才吃的药 都是我们之前听讲 我们要去测试的 可是其实 你看你大概是25号开始在医院嘛 对不对 其实你就很 你就吃了的 你其实是很最早接受的这些药物的 对 我是最早接受 就是 尤其是那个 那个枪绿奎啊 嗯 对 哇 这个真的是 然后这个韩国的事迹也是 你是最早得到这个尝试 所以我就一直讲 我们 其实成为那个 testing center是好事来的 是 是 是 那你看 他两天跟你测一次 啦 OK 他是差不多两三天这样 我总共测试了7次 7次里面有时候positive 有时候negative 有时候positive 有时候negative 到最后 我很好奇这个韩国事迹 你拆开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 是右边那个棉花棒吗 还是 对 就是跟那个右边的照片一模一样 就是那么长 的棉花棒 可是这个你 是不是你那天第一次做筛检 在那个书邦那边做筛检的时候的这个 是这个吗 是这个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韩国来的 因为我发现两个礼拜有很大的差别 他们 他们怎么样做那个test 就是我第一个礼拜 还有我在SGMC做的时候 他们只是每一次啦 做那个swap test 他们叫swap test 只是拿 拿一次罢了 就是如果不是从鼻孔拿 就是从喉咙拿 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他们的作业程序改变了 每一次的test 总共要swap三次 就是 就是左边喉咙一次 右边喉咙一次 再伸进去鼻孔一次 三次还是一个完整的test 对他的swap 这个gadget 里面是除了有这支棉花棒 他还有别的东西了 没有就是一支罢了 就是一支棉花棒 一支swap三次 一支刷三次 所以这个棉花棒很神奇 因为还要从韩国进口 这是特别的棉花棒 很常 他特别在哪里 他只是长罢了 我们也可以做得出 他棉花棒 是不是有一些成分 还是什么 然后让他可以有一些 可以看得出来 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没有 他就是一个普通棉花棒 不过重点就是他 他们需要去到喉咙的 最深处 来看病毒 有没有在那一边 小白你要想一下 你随便拿一个很长的棉花棒 你塞进去里面 然后断掉怎么办 对 或者你怕出来 那个棉花头不见了 没有 我讲我咖醬sate里面 那边很多sate汁 那我去头去尾把它弄 然后包棉花上去 也可以做到一样东西了 那为什么要从韩国进口 我只是很纳闷这一个点 因为这个韩国有泡菜味 我听到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了 韩国的器材一定有它优秀的地方 那不然不会 我们不会养要买 而且其实韩国的疫情控制也非常的稳定 对 对 那A君你的除了在做这个swap test以外 你其实每天routine 你要做哪一些testing 他每一天早上一定会拿一个机器进来 然后早上就开始test那个温度 然后test blood pressure 第三个就是test我的 还有一个东西夹住你的食指 那个东西夹住食指就可以知道你的含氧量了 所以我每一次都会确保 我就去看那个screen 到底我的那个含氧量有没有多过95 因为一小过95 马上就要带氧气了 然后我的当然发烧有没有发烧咯 我差不多第二个礼拜我完全没有发烧了 嗯 然后一天来test三次 早上一次4点钟一次凌晨一点一次 哦 凌晨一点 对 那么半夜一点一定会进来的 真的是来护士密西叫你起来小便 姑娘 姑娘 哈哈哈 其中一天晚上我睡到凌晨一点嘛 他们摇我起来 要我做subtest 就是我迷迷糊糊的情况下 他们还要给我做subtest 就是你 不笔子哦 哈哈哈 你想像你睡到一半半夜 有人拿东西插进你闭口 哈哈哈 这个很惊险 这个 你不要讲这样多以后 你得罪你老婆哦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给你擦你闭口 擦你的喉咙 我拿咖酱撒爹子擦你闭口 是是是 OK 然后我看到他还有去test你的血糖 是吗 对 之前就是那个slide那边有讲说他的那个副作用嘛 所以吃这两种药 两种药的副作用都是会有心率不整的情况 所以他们一直要看我的心脏 可以吗 然后 也是其中一个副作用 血糖会高 所以他们要测试我的血糖 所以他们给你的测试 一方面是在测试疗效 同时他也是在观察副作用 对 而且他们两天要咽着血 因为像我的那个病友 有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肝脏开始出现问题 因为吃那个药 所以要马上停药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医疗系统 其实是一直很小心的在把控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的药不多 而且我们知道他们都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这些副作用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所以他们都很谨慎 最后那个potation deficiency treatment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发现到我们很多人都会有 即将要出院的时候 都会从血液中检测到 那个potation的含量非常的少 假含量很少 假含量很少 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据我的观察就是 如果差不多要出院了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了 可能是吃的太清淡了 有可能 OK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跟你test 然后最后你 他确认让你出院的原因是什么 我已经没有症状了 然后有negative test 就是我测试结果是negative 可是你讲你的positive negative positive negative 是on off on off 对不对 因为一方面他们可能用的test kit 是不同的test kit 然后他们第一个礼拜刷一次罢了 第二个礼拜他们是刷三次 所以第二个礼拜的是非常的准确的 所以第二个礼拜是连续发现你是negative吗还是 其实不是耶 其实他们一直他们看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 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让我出院了 最后这个test的时候很不幸的我还是positive 可是他们就也不泄气了 马上一天晚上又再给我test一次 test到我negative 然后又看我真的还是ok 他们就讲你可以出院了 就叫你不要再继续吃饭了 可以回家吃炒饭 其实他们最后两天也在我的那一排在家病床了 因为我也听他们说孙盖波罗医院已经满了 你出院的那天是4月7号 所以你真的是在里面待了15天 4月7号其实在4月初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确诊人数是一直在增加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医生都很希望你的病情控制到了 然后而且你又比较健康 他可以做业绩了 就可以让其他更需要的人进来 可能那时候的人是比较紧张 那他有要求你回去之后要怎么做吗 对他们会卫生部会出一个信 这个信是quarantine letter 就是我需要在家quarantine 14天 然后14天的这个期间里面 然后我不可以出去 不可以离开我的家 然后我还要回去follow up visit多一次 还是两次这样子 是去最靠近的这个中心那边去做 然后 所以不见得就是塑盖不落就对了 对对不一定不一定 OK 然后他有没有讲如果你的症状恢复要立刻怎么做之类的 是哦 症状恢复要联络他们 应该又要再回去了 他有跟你强调吗 还是他很放心 他有一个手册的 那个手册写了很多东西 哦 就叫你14天 反正你现在回到家大概也三四天了都没有出门了 都没有出门 OK 然后就他有要你戴口罩 尽量尽量就是就是所有的那些之前做的那些东西都一定要做好 OK 所以那你的你的太太看到你回来他感觉怎样 很开心 很开心 不是很害怕 不会啦 他不会他身体很强壮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婚就要找一个强壮的太太 对不对小白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就是那时候你太太家人马上去筛检的过后 有没有你这么波折啊 一个又讲有阴性一个又阳性这样 应该没有吧 大家都很平安 没有全部人都是negative 你现在这个14天嘛 这14天你在家里也是跟你的太太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尽量 也是尽量 但他就是我们也很期待有一天他可以再次炒饭给你吃 小白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好还好 OK 还好OK 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有哪一些症状啊 我们要怎么注意啊 然后同时我们也更加直接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的情况 大概是怎样啊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很担心 是小白 我只是想要补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从A君的那个例子可以看到不是说你要去做检查 那你做检查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那种困难啊阻碍啊 例如他跟你讲说你没有去过这些国家或者说你可能没有确定你接触过他就不帮你检查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过程我觉得要不是很坚持的话 他不会有这么后续可以有成功的治疗啦 有时你拖一拖可能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那你如果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觉得刚刚那一个我觉得最宝贵的这个经验就是你再去做筛检的时候他不给你筛检 或者说你自己有哪一些方式啊 例如你去了那个地方可能他又要你等 而且也是等超过48小时 那等了超过48小时你又采取了什么方法 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 是就是就是说A君因为他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说 因为他他对他他对这个时事的新闻很敏感 然后他对他自己的症状啊可疑似症状他也很敏感 所以他一直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什么阶段他应该怎么做 即便那个一开始那个不被允许测试他也没有气馁 他其实一直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哦医生讲我不用担心回家做我就不用担心 他没有他他发现他的症状没有改变 他立刻他就当机立断的就做了这个打999的这个动作 所以而且他也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直接冲进人家急诊室推开门啊 那个很日剧的很韩剧的画面没有发生 而且还还密切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去保持一个联络 最后我们还是要问一下A君你经历的这次可以讲是鬼门关前走的一招 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为你感到开心 你最后有什么有什么话想要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吗 我觉得马来西亚现在做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我很我很庆幸我在马来西亚 而不是在其他的国家 因为其他的国家欧美国家的话 可能他们的那个确诊人数真的是太多了嘛 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可能就是进来医院 或者是他们的处理的方式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我们马来西亚就是 只要你是positive的话 你一定会被送进医院 一定要在医院治疗 而且是免费治疗 对 而且是完全免费 我的那个救伤车的钱我也不需要给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方面 而且你看他们现在的这个行管令 又在延长到28号 所以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步骤 包括contact tracing这些东西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就是一整套一定要做完它 然后我们就你看 我们的那个每一天就开始越来越少了嘛 那个康复的人现在每一天都多过确诊的人嘛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我还是很庆幸我们有很好的 我们的卫生部 我们的我们的诺西山 这样的这个处理 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 然后当然还要说我们的公民的素质 虽然没有无敌好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跑去创门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我们也可以去跟这个卫生部要一点经费 我们希望KKM可以给我们一些 我们可以提供广告 对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 我们知道国家永远都有需要进步的地方 但是我们从这次疫情我们的应对来讲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值得自豪吧 我们几乎是力往黄澜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们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节目说我们是要做十日谈 但我们现在昨天我朋友已经跟我说我们已经变成四十二日谈 但其实这是好事就说明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马虎 然后虽然我们可能就会面对将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比较萧条的一个局面 但一个难关可以渡我们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所以非常感谢A君今天给我们的一个非常详细的 也非常生动的一手的分享 那我和默默和小白我们还有A君 我相信我们都在这边祝愿我们所有的观众身体健康 然后我们团结一致我们一起stay at home 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蚂蚁学人十日谈我们下回见 拜拜